維斯康辛州衛生服務部星期四表示 居州已有2人死於西尼羅河病毒 還有1人住院治療 該病毒已經在蚊、其他動物和捐贈的血液中被檢測到 伊利諾州也有1人因感染西尼羅河病毒死亡 過去7天內居州的Lake縣有3人病毒檢測呈陽性 西尼羅河病毒通常通過受感染的蚊丁咬傳播 根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出發 大多數人感染後不會出現症狀 但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可能會發燒、頭痛、身體疼痛、嘔吐、輻射或出現疲疹 大約每150名感染者中就1億人會患上嚴重甚至致命的疾病 西尼羅河病毒於1999年首次在紐約報告 最後逐漸在全國確散 近2003年就有近1萬例病例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增加